歡迎蔣國師 不然就是滷的 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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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對啊 可是今天跟雪菜搭來比較特別 對 好像很少吃到花枝跟雪菜 因為雪菜一般我們比較常搭的 跟肉類 你知道嗎 對 但是花枝其實它那個口感 炒起來是怎樣 那個清脆度跟雪菜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第一個 就是要把那個高湯熬出來 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撇步 撇步 好 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撇步是 現煮高湯又快又香濃 高湯不是都要熬嗎 熬這個字不就是 多年媳婦熬成婆要很久嗎 我一直表情 我覺得你還在熬 我熬得很辛苦 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很簡單 我一直在七歲啊 我們就用一個蛋 你今天這道菜炒出來 跟一般人家所炒出來的說 媽媽福音來了 好消息 用一個蛋就可以快速的熬高湯 到底怎麼做呢 一來看看 來 我們但先放著 該切的我還是先切一切 好 來這個花枝 花枝有形成這塊 對 它熬住它搞心的 它搞心 可是它的缺點是比較搞心 對 比較拍料理 拍滷味 對 把它切薄一點 就是因為怕入味 怕奶入味所以切薄一點 而且喔 花枝喔 你如果說炒完沒頭 補補法 真的嗎 有的是要吃厚 但是你太厚 你把它補一下 就漂亮 水 一般我吃花枝好像都怎麼樣 做花枝丸哪比較多 花枝丸哪比較多 花枝丸哪 比較常看到就是生草花枝 生草花枝 雅琪愛的生草花枝 可是有時候 它真的不好入味 所以雅琪愛生草花枝很酸 比較濃的 比較濃的 對 我們台灣人很愛吃東西 都要說入味入味 其實有什麼 味道有很多種 有粗味 有這個料理 這個食材出品 原味 有原味 對不對 還有再來就是複加的味道 我們今天做的是 比較像複雜的味道 加進去的味道 加進去的味道 你說要讓它滷味 你煮得滷了 要怎樣 海鮮比較不會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用高湯 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對 對不對 所以麻辣才好 我們快速學什麼樣過高湯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你炒個頭 或是火雞 它要熬高湯熬三小時 喝高湯就好 也沒有那麼誇張 三小時要今天四人用 今天這個雞蛋 我們不只熬湯而已 我們還會拿起來用 完全就不會浪費 那我第一次聽到 雞蛋可以熬湯的 你要是雞骨 你該不會用蛋殼吧 沒有… 蛋殼還沒有研究到那個地方 好不然你也沒有骨頭 其實我們很常看到 只是沒有想過 要把它拿起來做成高湯 記住 鍋子一定要熱 油一定要熱 因為你如果溫度沒有的話 它不好吃 你要煎蛋 這…這要幹嘛 我也想過 你不想說是要幹嘛 沒有 現在就是要把香味炒出來 這個其實就等於想 一顆蛋就等於什麼 我知道 它知道 兩手 對 要兩手 你在吃白菜肉 放兩手是不是繼續香 白菜肉那個對不對 對 其實白菜肉兩手在香 不是兩種香 是它跟白菜肉的湯 混合後 那個香味 我兩個白菜是那個 最主要扁魚 可是這個也 你看 這樣有沒有 蝦現在炒了 好香喔 這好吃 用一顆蛋 對不對 對 家裡當然用蛋 怎麼用味噌 對啊 只要一顆蛋而已 一顆蛋到外面吃不夠 所以一定要用蛋 我今天學這一招起來了 所以媽媽呢 我們這種家庭主婦就是要學這種 標準家庭用的 快速好高湯 好 來 我現在還沒炒 這樣你喝到 你看那湯 白到這樣 你喝看看 你沒頭加牛奶嗎 我沒有啦 那湯就很濃 它就很濃 它吃就很濃 這個比什麼 比你去外面買那個什麼 熬成白湯的雞湯 還要來著甜 很厲害 但是不是要幫它補長一下 對 因為以後我們在家裡面 都很輕鬆對不對 媽媽有沒有賺到 談到 談到 什麼伯母是這個 高湯 就是一顆蛋 就可以用又香又濃的高湯 因為你要加牛奶 沒有…加牛奶 加牛奶 大家都會加了 對不對 再來就是這個雪菜 再來就是這個雪菜 鍋子裡面現在有 剛剛的奶香味 對 雪菜不要放油 因為雪菜是醃漬 為什麼不放油 你搖下去 像… 那個邊不透 邊不香 你以前有說過 什麼鹹菜 還有什麼 梅干菜 梅干菜 像那些新的 都要這樣搭 搭掉 對 這個也是嗎 你聞到味道就好了 它一下味道就出來 而且是剛剛我們拿這個鍋子 在炒蛋 而且馬上怎麼鍋子都乾了 對啊 馬上鍋子就乾了 因為雪菜把裡面的水分 跟油都吸掉了 然後再來 我們有曾經用過什麼 用過這個鍋子 平底鍋在炒中捲 是不是 炒灰辣味 對… 那就是我們用肉 也是不能加那個油 對 我現在這個也不要加油 我就把旁邊放進來 好像烤 好像在乾肉 沒有啊 就是鐵板 對啦 對啦 鐵板耶 沒有想到喔 這可以做鐵板 人家是平的 我們是圓的 一樣給它放進去 可以啊 所以等一下 畢竟還會那種烤焦 焦焦焦的那個味道 對… 你現在放進來不要擠嘛 所以不要先動它 你平看看 味道出來了 那個火雞 這邊烤魷魚的味道 這裡有它焦焦焦焦 來 很快啊 對…不要動 你說像這個嗎 對啦 焦焦焦焦這個 對 有沒有 在家也可以烤花枝 只要你不加油 你看它下面是有一些水 這些水要把它弄掉 因為它會出水 它會出水 所以剛好用圓的鍋子 水流到中間 邊邊還在烤 對… 對嗎 好 來 現在這個鍋子放進去 還有蛋 好 來 端子可以嗎 端子好嗎 端子好嗎 你好快 對啊 那個… 今天牌子那個高湯 薑 來 薑放進來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顏色 不是上來才這個顏色 現在放到現在還是白色 我們用蛋炒一顆蛋 一顆蛋的味精 不是味精 不是味精啦 就… 跟餘味精還在 這樣 太小聲了 來 現在這個 端子放進去 哇 你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皮味 好 你這也是加一匙就人間美味 我吃的皮 你那個跟人間美味 當然 哇 真的耶 剛剛那個打叉 可是雖然加高湯 它是打叉的湯 裡面有炸香味 厲害了吧 好吃 然後花枝本身有味道 有鹹度的 我連鹽巴都沒有加 對 沒有人加鹽巴 沒有人加鹽巴 因為它本身就有鹹度 然後雪菜又鹹 嗯 就剛好耶 對啊 喔 超好吃的 因為它那種 都沾到那個膏 它都包起來 包在那個花枝外面 沒有跟你講 你還會覺得說 我們放了什麼 放了很荒重的雞膏 放下去 沒有 不是 雞粉 對 沒有在沾雞粉 沒有在沾雞粉 我們節目就沒有放了 其他人會吃得到 就加雞蛋 人家加雞粉 我們加雞蛋 再加就是要這樣吃 超好吃 超好吃 我這個學起來了 用這個取代雞粉 取代 而且真的是營養吃得到 滴滴滴下去 真的超好吃 而且真的很入味 因為雪菜也會巴那個味道 對 然後剛剛那個高湯本身 也會包住那個 有沒有有那個切的那個紋路 花刀 超讚的 都不會這樣白白無味 對 菜跟那個 那個花嘴會 味道會合在一起 滿座會 不然它都粉粿嘛 好不好 吃吃看囉 用一顆蛋 就可以做出又香又濃的高湯 把這個食材炒超香的 只要一顆蛋 一定記得要加蛋 沒辦法蛋 一顆蛋 看看 如果想在哪裏 就要再放三眼 就要不然 聊一下 也會 可以 打到 我 要來 再倒一顆蛋 很快 看